今天是周振南的吐槽大会 我们现场是不是来了很多周振南的粉丝朋友 太恐怖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不到 现场真是哇唧唧哇的 今天是周振南的吐槽大会 周振南确实是2019年偶像行业的一个代表 但是我们做这期吐槽大会的时候有人就问 那你们为啥不请吴亦凡 蔡徐坤呢 为什么不能请他们呢 不是更能代表偶像吗 朋友们想太多了 吴亦凡 蔡徐坤哪有槽点 哦 不要脸 我现场周振南 不光有槽点 我还敢说 谢谢你啊 董又林啊 偶像练习生的第17名 这个节目我看过 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认真 说只有前9名可以出道 最后9%出道了 剩下的这91%呢 也都偷偷摸摸出道了 人家节目这个就业率啊 比绩效高多了 我觉得以后家长都要发愁了 你说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如果不学挖掘机 就要当偶像了呀 而且听说董又林 家境很好啊 上节目去体验生活 让他开出租 开的是自己家几百万的豪车 开好车跑出租挣钱 劫贫即富啊 你还体验生活 你是体验到生活了 也让乘客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我觉得乘客坐上车 心里只有一句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下一位 郑云龙 有人说他长得像金城武 也有人说像光头强 真的 郑云龙出现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金城武竟然像光头强 我觉得呀 光头强自己估计都很懵 没有想到啊 我光头强 有了头发之后这么强 确实啊 很厉害很厉害 音乐剧王子 对吧 郑云龙之前 音乐剧王子 范儿很足的 一只形象 很忧郁啊 但是之前也被记者拍到过 在马路边随地小便 当然啊 他小便的时候 还是很忧郁啊 很正常很正常 张老师上厕所也忧郁 难道到底 一定岁数都忧郁啊 是不是以为 今天躲过一劫 但是王子确实很有范儿 他嗓音也很有雌性 我感觉他生活里 也是一直拿着一个范儿 是吧 吃着吃着饭 突然起身 朋友问他你干嘛去 我要嘘嘘一下 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因为门口就有一棵树 门口不光有棵树 还有个记者拍你呢 郑云龙也说过 音乐剧在国内一直很小众 很难推广 但本来就是个博来品嘛 推广肯定很不容易 就好比你是个美国人 突然要在纽约推广京剧 还起了个说号叫京剧太子 还抱怨 哎呀 为什么京剧在美国这么小众呢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美国人 只看美剧不听京剧 这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长得像一个假冒艺术家的 江湖骗子的呢 其实是著名的编剧 汪海林老师啊 他刚刚张老师也说 他在网上攻击过很多小鲜肉 之前他在微博上 说过陈情令特别恶心 就有肖战的粉丝啊 现在说话太难听了 他一看人家粉丝的ID 写的是肖战在我怀里 还回复人家 特别恶心 还回复人家 说哎呀 看你ID我就生气 肖战凭啥在你怀里 战战明明在我心里 就海林老师说的这话 真的真的太恶心 恶心程度简直就 不亚于汪海林在我怀里 我都能想象 他每天回到家 打开微博是吧 准备敲打键盘 那个摩旋擦掌的样子 只要我足够恶心 早晚能恶心到人的 今天来还有热衣扎 他2015年呢 参加过一个叫 青春练习生的节目 而那一年呢 他已经29岁高龄了 他这个练习生 属于黄昏恋 而热衣扎前一阵也是 确实因为穿衣风格 被网络暴力 也号召自己的粉丝 去网络暴力了个别网友 热衣扎 雪崩的时候呢 确实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但是你也不能 摁着一片雪花 往死里打呀 我觉得一般人 经历过雪崩之后啊 都是学会了求生 他学会了制造雪崩 当然热衣扎呢 也想过办法 热衣扎曾经 去山里求教高人 怎么样才能远离 雪花的困扰呢 高人很厉害 大师拿了一个锦囊给他 热衣扎打开一看 锦囊里面是一瓶 去蟹大萌王 康王洗发水 让你干净地秀发 远离雪花 热衣扎当时说 你这比喻还挺巧妙啊 但我说的 不是头皮上的雪花 是网络上的雪花 大师说 那就更不用怕了 咱们这是山里 网络信号不好 说到这个信号不好 不得不提今天的主发 周震南啊 你做得好紧张啊 太神奇了 做得这么直 有人说周震南这么年轻 也没有过太多的成就 凭什么能做 吐槽大会的主咖呢 吐槽大会 是不是像流量低头了 这个事我们确实要承认啊 是低头了 要是不低头 我们也看不到周震南 但是 我发现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 偶像团体这些人 他们 其实特别注重 讲礼貌这个事啊 当然周震南跟董又林 刚才后台一见面 对着鞠躬鞠了半小时 真的特别讲礼貌 粉丝也特别讲礼貌 我这明明不是特别搞笑 你们还挺捧场的 我觉得确实 偶像行业特别注重 讲礼貌这件事 你说卡姆这样的 在他们节目完全不行 一进门 哟 导师们你们好吗 我被淘汰了 为什么 长得太没有礼貌了 眼睛瞪得跟哈士奇一样 你看人家周震南的眼神 就特别好 呆滞 没有精神 估计连四季都没用过 一看就能C位出道 但是很多人喜欢周震南 都是因为他特别呆萌 不知道于晓彤跟陈晓云是男女朋友 不会截屏 甚至连包邮都没听说过 我觉得现代社会哪有这样的人 每天装这样的人设 是不是一定很辛苦 我都可以想象 周震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拉好窗帘 拿出手机 打开家里的微型5G基站 开始报复性地疯狂使用互联网 跟妈妈视频 妈 我今天上了俩节目 说了20多句 我只用2G 这群二货全都信了 确实啊确实 很多人都喜欢周震南 可能也都 全都来到了现场感觉 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其实恰恰就是因为 他不怎么上网 我觉得你们扪心自问 这个岁数的年轻人 有几个不沉迷网络的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他确实是个好的表率 所以周震南 即便你是真的装傻 也希望你一直装下去 谢谢大家